一波接一波的大浪拍上岸边 强风豪雨的威力越来越大 民众只能紧握着雨伞不放手 强台山竹直扑珠三角一带 雨即周日下午或晚上 登陆广东珠海到武川沿海一带 香港在周日上午9点改发10号飓风信号 11点时改发红色暴雨警告 豪雨让海水高度提升 香港信花屯已经出现海水倒灌景象 同时澳门也挂上10号风球 并且所有娱乐场全部停止营运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开放48个临时庇护中心 现在有606人入住 目前为止没有严重灾情 不过有两名市民 还有两名处理行道数的远景受伤 已经送往医院就诊 港澳政府紧急呼吁低洼民众赶快避难 目前香港交通直胜港铁维持有限度服务 电车 山顶缆车及客轮全面停摆 道路已经开始出现淹水 另外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 已经取消889班航班 周一有部分航班也会取消 总共4000多名旅客会受影响 打来新闻 郑云轩边